将消毒水来回喷洒每个角落 陆军33化冰群再度进驻不逃 要赶在19日复原启动前夕 再次针对公共区域进行分层消毒 不逃医院自从1月11日爆发医护群聚燃疫事件后 历经一个多月的努力成功拆弹 19日就要正式恢复营运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不逃复工后隔离病房暂时不会收人 全运将采逐步开放模式 不逃目前的整体的一个感控 跟它的一个防疫作为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复工的部分 那当然不会说一开始就 人家所谓的火力全开了 等到其他运作越来越顺畅的时候 那其他才会逐步来开动 另外指挥中心也表示 将会针对感控作为和人员管理进行评估 落实院内的分舱分流制度 未来将会根据医院的运作情况 逐步开放 国动室检讨再逐渐放大量能 明天开始 应该是有一些还是会稍微减量 大概就是逐步的来恢复 隔离病房目前还先不收 那至于在这个专者的病房 我们也先缩小规模 然后逐渐再放大 波涛回归防疫团队秉持最高防疫原则 小心再小心 不让本土疫情再度有机可乘 环运新闻 陈明燕张家宝 黄佩涵 桃园报道 彪陈明燕 我们在这台上 这台上 我好像这个 这台上